林峰回朝在演《使徒3》爆seed!女主角竟然是!网民不是那个演技尴尬到粗犷的就好了! 林峰惊喜回归TVB的消息让观众感到兴奋无比! 他离朝前参演的最后一部剧《使徒刑者》获得非常好的口碑由周百豪、袁伟豪和黄翠如接棒的《使徒刑者2》则没有得到太多回响,而第三部则在找林峰回来担大棋爆seed!角立刻涌现眼前! 17日林峰审秘现身TVB的发布会,更宣布会再次与TVB合作拍剧。 一日TVB正式宣布,林峰将会拍摄《使徒刑者3》,预计今年年终极将开拍,而演员名单暂时只公布了两个,分别是在《使徒刑者2014》的薛家强爆seed!的林峰以及谈欢喜的许少雄。 女一最有可能的两位无限花旦。 林峰重榜回归,无疑定能刺激收视,有望突破当年最高的37点。 在林峰离朝后,吴显曾用周百豪、袁伟豪和黄翠如拍摄《使徒刑者2》2017不过效果未如理想,全剧最高收视指的26.7。 《使徒刑者2》,《使徒刑者2》的故事背景发生在《使徒刑者》之前,结局时除了出现马国明作为第三集的浮现之后,还翻开了薛家强和丁小佳舍施麦式的档案,所以《使徒刑者3》的故事背景有可能介乎于12集之间。 而相信观众最关心的除了是剧情发展之外,当然是《使徒刑者3》的拍摄工作由吴显主导女艺之位,最有可能是李嘉欣和胡定欣。 李嘉欣是当红侍后。 李嘉欣去年凭BB来了夺得最新一届事后宝座之后,演技备受肯定或无限力捧。 而按照李嘉欣一年三部剧的产量,今年只有白色强人已完成拍摄和刚公不为皇牌重点剧之一的《杀手》刚完成拍摄绝对有空间再接一步。 再加上林峰需要先完成《寻情记》电影版后,约6月中才有档期,时间好。 还有眼力的网民发现TVB剧集的《维基》上列明,林峰李嘉欣将于6月开拍新剧。 虽然李嘉欣在今日的发布会上表示为邮通知街拍使徒刑这三,不过她成为女艺的机会很大。 胡定欣更加顺利成章。除了李嘉欣之外,另一最可能人选就是胡定欣。 15年前,胡定欣曾经与林峰合作拍摄剧集《大唐双龙船》终视眼娃娃展露头角。 经过多年的努力,胡定欣中评《鬼童尼奥》饰演将融成为事后。 其后胡定欣又参与《城镇英雄》以及《同能》等大显身手绝对胜作《使徒行者》系列中必须的基本动作戏份。 不过最大的原因,是林峰现实的经理人是天高娱乐老板正是古天乐, 而胡定欣去年已曾参演过古天乐旗下电影公司《天下一电影娱乐有限公司》的作品《逆流大书》, 而且定欣的演出亦大获好评。 定欣既是无限的一线花旦,又是古天乐的新宠儿, 是担任《使徒行者》三女主角的最大可能。 你最吸水的又是哪个呢?留言告诉我们吧。